确定想出来 确定 这个男人太坏了 竟在洗澡时故意放女人出来 我我我什么我啊 女人虽然是色批 但第一次看到男子洗澡 还是假装害羞的低下头 男人本是六届帝君之手 只因夏凡失去记忆成了最强捉妖师 而他前世最爱的人却成了花妖 花妖为保护族人 竟故意把捉妖师往山林里带 并想给他一个下马威 不成想惊死搬起石头发自己的酒 立马被唐舟发现摔个狗吃屎 眼看自己的脚肿的像的猪体 唐舟还一旁袖手旁观 于是骂他不懂怜向西域 不料下一秒 当两人好不容易逃出山林 严旦又开始锅躁了 再这样走下去 脚都要残废了 但唐舟不尽女色 于是女人故意激将他 天生你说的跟马杆似的 那估计也抱不动我吧 我懂的 这话说的 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壮汉 唐舟转身就背起了他 这样不好吧 男人让他闭嘴 色即是空 只要为了捉妖 一切都无需机会 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我哪空了我 是被空中的一遍 看到组长发来代表安全的信号 严旦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接着又打起葫芦的主意 这么多妖挤在葫芦里 如果他们打架 会不会把葫芦撑爆 说爸便一把夺葫芦摔到地上 瞬间妖怪全出来了 而女人趁男人对付妖怪时 让自己的族人赶紧离开 但想到男人刚刚还保护自己 于是心一软 便送他一片花瓣真身 告诉他有疗伤其笑 说爸便再次告辞再也不见 不过很快他们便再次见面 这天严旦为教训无奈 竟在大街上使用法术 起料被唐周再次发现 看着满脸坏笑的严旦 男人不禁感叹真是冤家路窄 于是立马施法将他困在原地 千里四鸟镇 好在严旦聪明立马想到破阵法 拿出银子让凡人过来 就这样阵法不断消失 最后自己成功逃走 唐周见他还是这么喜欢耍小聪女 自然不会放过他 而严旦最终也没能逃过唐周的手掌心 被唐周识破装进了葫芦 可回到客栈后 严旦又开始过早 要不要把我放出去 给您垂直腿 您得见啊 确定想出了吗 确定 为了捉弄他 竟把他放出来看自己洗澡 严旦表示自己好歹是女子 你也不能让我看你洗澡啊 不是你自己说要出来透气的吗 在花影山林的时候 是我骗了你 没想的话还没说我 又被唐周关进葫芦里 好在半夜他终于逮着机会 原来是贼人看中了葫芦 为了一探究竟 就在他们打开一探时 严旦立马逃了出来 吓得贼人立马跑路 眼看茶杯里放了蒙汗药 这下可逮着报仇的机会 只见女人霸气的坐到男人床上 想着趁他睡着呼他一巴掌 结果被男人一把挡住 白白了 你这是在做 女人尴尬的表示自己正在给他扇蚊子 你手抬这么高 我还以为你要打我耳光 瞧你说的 我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人呢 原来男人故意装晕 准备抓住贼人 可还没等他动手 就被女人吓跑了 可女人却执意说 自己是为了救他才跑出来 就这样他终于被放了出来 但是呢 因为每天跟在我的身边 随后两人和其他人组队 去了娘娘墓 开启他们寻找神器的第一个副本 但凡有人挖宝 都死于非命 这可把炎蛋吓得不轻 死活拽着唐舟的衣角不放 反正还就算了 你至于吗 大鱼吃小鱼 小鱼破大鱼 这人之常情吗 还嘴硬说怕唐舟遭人暗算 到时候还要自己保护他 行 那不如从现在开始保护我 你就不是那个 你走前面 就在他们心里 回去八十一号 去哪儿啊 忘了没有 抱歉 你干嘛 蝙蝠了 好过来 蝙蝠已经走 好不容易出来后 就被一户人家请去驱护 不料对方家主一眼 看中唐舟 让他做女婿 言诞一旁幸灾乐祸 不嫌事大 女人劝他别推走 别人想要这种好事 还求不得呢 夫人不必适走 我此生为你而已 绝不拿起 你叫我什么 夫人 嗯